第九章 选举与区备工具08单元调整边缘 请各位打开这个单元 那我们里面呢一共有三张图档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那我们以一个人物的这个法师 比较多的现象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这个功能呢是比较新的 在C14以后陆续才出现的一个功能 那它的主要用途就是针对说 那我们一个这种有毛边现象 或者人的头发的发烧部分呢 特别的方便 那首先呢你还是一样要针对人物本身的周围 尽可能的选取到比较准确的位置 那你可以利用你所制的所有选取工具里面去搭配 尽可能让你可以选择到整个人的周围都出来 那这个头发的发烧部分呢 我们可以忽略先不看 这样的方式去选 好那人的部分大致选择完成以后呢 我们刚刚所选择的部分呢 是在背景的部分 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倒转 反转过来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来反转 选取反转 好那转到人的部分呢 我们接着呢 直接来按一下这一个调整边缘的按钮 那请记得 我们所有的工具里面呢 有非常多种 它在选择完成以后都会有调整边缘 这样的一个按钮 所以呢它是适用非常多工具 使用完以后直接来用的一个现象 好按下调整边缘 它会开出另外一个选择的一个这个面板 那首先我们来看好检视模式的部分 检视模式呢 它这里呢会显示 啊检视的方法 那你看好闪烁虚线 好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的一个方式 它要呈现哪种方式来看 好那有时候呢 像我们刚刚的图案本身呢 它就是属于比较偏黑色的底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用黑色的底呢 观看上可能不太容易 好那白色的底呢 你要去看到黑色 可能会比刚刚黑色要容易一点 那黑跟白呢 就有点像是一个色版模式的现象去看 好所以呢 你可以自己去衡量 要用哪种模式来看会比较刚好 好这样的等等的现象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选择覆盖 接着呢显示半径的意思 好它会显示它所要处理的这个范围 所呈现的一个状态 好那显示原点就是显示你原来的状态 好那如果两个都打打勾的话呢 它可以显示出你等一下要处理的一个现象 好那你可以选择是要是否要使用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好智慧型半径就是一个自动辨别的能力 它会在你的这个半径的一个边缘里面的自动去辨别 哪些东西要留哪些东西不留 那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半径的选择 好半径的一个程度 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好那接着呢底下这个调整边缘呢 它在主要就是在调整我们所选择出来的这些区域的边缘 它的一个辨别能力 所以呢它是针对边缘的细部的一个辨别呢 再做一个湿度调整化 好那偏移的话主要就是会做一个偏差的一个移动 让它的边缘呈现出选择的一个多样化 好那我们也可以选择把这个打过去一下以后重新来看 那在选择的过程里面 如果我们有搭配这一个工具去旁边在做加以涂抹的动作呢 它还会再适度的去改善 你所选取出来的这个区域的现象 那比方说我们刚刚的平滑度呢 会造成说它的边缘非常的滑顺 那再来就雨滑程度会让它看起来比较晕开的效果 好所以这些是要在调整的时候呢 边看边调整 调整到最后有一个适度的一个范围以后才会适合的 好所以你要看调整过以后呢 真正的一个方式跟项目是要怎么样才对 好那请记得我们在划过这个 呃选取的这一个工具 你在使用的时候呢这个调整半径的工具 你必须要跟针对我们的这个边缘地带去滑 而不是滑到主体内部 这样有时候呢它会出现辨别错误的现象 好请各位要记得这一点 好所以呢你的这个过程呢选择好还是不好 好还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你选择的对象本身 你有没有尽可能的选择比较仔细都会影响到蛮多 在后续的部分好你所涂抹的这个边缘的现象的好跟不好 好那这边选择好我们来看这一边 好这样的现象 好那大致完成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哈 如果你仔细展检查过一次以后呢 啊没有问题了我们接着来看底下 在输出的部分就是你准备完成的阶段 进化颜色呢指的就是说它要让它周围的这一些背景色呢 吃到的现象呢直接去除掉让它直接跟着我们头发的这个本身的色彩呢 好大致上的这个颜色是一致的好那总量的部分就是调整说它进化的过程要多还是少 好那比较重要还有这一个输出制这一项好你要选择说呢 你所选择出来的这个区域呢 它要帮你新增一个涂层去做分离好还是说呢 使用成一个涂层遮色片的方式去遮盖 好而不是说把涂层直接分离出来 好是利用一个涂层遮色片的方式去遮盖的 那新增文件就是说它会把你所分离出来的这个档 这个涂层呢直接分离成一个新的档案 好那最后一项呢 这个项目就是说它会直接帮你做成一个新的档案档案的同时呢 直接在做成一个涂层遮色片的内容好那我们通常适合用的 而且初学者比较能够接受的做法通常是以一个新增涂层为主要的一个项目 好那如果你假设每一次的做法都想要以现在目前这个为蓝本的话 你就可以按下这个记住设定好来使用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如果你需要适度的放大跟缩小的话呢 建议各位记住快速键好 Ctrl加加号跟减号去做一个放大缩小的一个过程 那放大画面以后呢你就可以按下空白键 直接变成手型工具去移动 好那你如果记不住这一种比较常用的快速键的话呢 你再来考虑使用这里的这个放大镜的工具以及手型工具 好那确定没有问题的好我们按下确定 这个就是我们去除后毛边的现象 好所以呢它会大致上呢帮你的毛边做一个比较有效的处理 好但是呢这个过程里面的细致度呢 还是要由你自己稍微再去做内部相细的调整以后 好多做一两次的练习 好你会更知道好大约的调整方式怎么调最好 好那比方说这个火焰的电子其他也是一样的做法 那在选择上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比较大约的选择 你看一下它的后果好比方说我们选择的过程是这样子选 好比较大范围大约的一个直线边缘的选法 那这样选下来的后果会比较容易去影响到你 等一下做这个边缘调整的一个现象 好你就要在边缘调整的部分花更多的时间慢慢的去使用 好所以会影响到你这做档案的过程的效率以及效果 好我们选择完成按下调整边缘 好一样的意思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检视的状态哪一种最适合 好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来选择 好一个黑白现象来看好了好将看的比较仔细 好那选择黑白现象呢 我们按下智慧型半径好把半径提高 然后接着呢先在他的周边的范围呢好 仔细的去按一下他的边缘的调整好这样子慢慢去选 好你会发现他做的范围呢好这个部分 好就要很仔细去看了好因为我们的边缘的认识的状况呢 不是很清晰好所以他在辨别上可能就会比较久好 好所以呢你选择一开始呢选择的好跟不好呢好有没有贴近 这个时候就影响到你选择的速度快还是慢了好 好那用这一个模式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选择以后的效果了好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多切换几种不同模式来试试看好你在选择的过程里面呢 会有比较适合跟比较不适合的现象出现好 好那我们以这个吉他的头部来看好 好这个部分好我们以这样的状态来做一个决定好确定 那像这样的选择方式呢我们一旦按下确定他处理完成以后呢 好他会直接用一个选取区出现好这以一个选取区的状态出现的状况好那我们再进入 如果这个时候呢我用不是用选取范围而是改变成涂层遮色片好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就是涂层遮色片的状态好那我们还原一下再来一次好那新增涂层就是我们刚所使用的方法好那再来就是新增涂层遮色片的一个使用涂层遮色片的涂层 他会另外多出一个新的涂层但是呢他会直接做一个涂层遮色片去遮住好我们再还原一次好新增文件 他会完全新增另外一个新的档案出来好你看我们刚刚的档案呢是在这里好这是新增出来的档案好这样的现象好我们关掉再来一次 最后一项新增使用涂层遮色片的文件好他另外开出一个新的档案同时做了一个涂层遮色片的方法好跟原来档案是分开的这个又是新的一个档案了好那最后一个像要稍微跟各位提醒一下好你在制作的时候呢 除了这一个模式模式检视的一个重要性的观察以外再来呢就是这一个输出字的一个选择好就是我们最后完成的状态的选择还有是进化颜色的使用好你看好我们如果总预设值总量呢是50 好这时候做出来了他的边缘还是会看得到一点点原来的底色好那我们重新来过 如果把他这个进化颜色呢提高 好我们再来看一次好他的现象呢就会让周边的这些颜色尽可能呢是以我们现在目前周边所看到的色彩去取代好他就混色混的比较多是我们原来具备的这些色彩好那这个呢有时候是适用有时候呢就不适用各位要自己去衡量一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